为了慰绕在春节期间辛苦执勤的基层园警以及清洁队员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来到中山分局与区公所自证柑局及办手礼 会长黄一郎表示非常感谢劳苦功高的园警及清洁队员 为中山区民坚守岗位 并在春节期间守护民众安全及维护环境整洁 民俗会不只在颁发奖金 还有我们那个孝心楷模的颁奖以外 那我们每年在年底的时候都会到那个清洁队 还有我们的分局中山分局这边来做慰问 因为我们那个清洁队所有的这个同仁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所以想说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我们所有的四龙也是仰赖他们的维护 才能够说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我们感恋他们的辛劳 所以说我们特别会去慰问他们 还有我们中山分局 我们所有的警员真的是在整年度的勤务都非常繁重 尤其是在过年这个期间更加繁忙 所以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他们维问 让他们觉得说我们肯定他们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居家安全 所有的百姓能够安静乐位 也都是由他们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 最好的保护 中山分局分局长陈金城 中山区清洁队队长王开武 以及中山区公所副区长莫祥云 也感谢民俗委员会在过年前特地前来 为远景及清洁队员加油打气 分局长陈金城也提醒民众春节期间注意安全 并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慎防诈骗 打炸台北队 战 我们加强中小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 在2月1号就正式的来起跑 我们正式来执行 那今天我们中山区也很感谢 我们民俗会来特地 我们黄会长还有我们各委员 还有我们区公所我们副区长 他们特地来我们分局来慰绕我们同仁 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加强中小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 这段时间我们除了全力的来维护我们的治安之外 交通的部分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主轴 就是另外就是为民服务的部分 那就是在这个三大主轴里面 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来执行 然后让我们中山区的市民都能够有放心的去过好年 那我们会全力的来为治安跟交通 及为民服务的部分我们来做把关 中山区的民俗会其实在黄会长的带领之下 对于我们中山区的各项的业务 其实都热心公益不遗余力 那今天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过年前 慰绕我们基层的一个清洁队员 跟我们基层的远景 那他们过去一年其实在我们中山区付出的很多 尤其清洁市容的部分 是我们区民是有目共睹的 那中山分局的技术 那根本是大家都是首屈一指的 那在这过年期间呢 希望大家能让大家有个安心过年 那也有劳我们清洁队跟我们分局 帮我们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迎接龙年到来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以实际行动彰显善良风气 也希望在远景的守护与清洁队员的努力下 家家户户都能过个安心又干净的新年 中山分局 赞 中山区民俗会 赞 记者李奇会 台北报道